歡迎大家 又來到周庸周圍講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香港電台 其實我本來想講 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 但我在想一想 我都覺得不應該只講了 在頭條新聞一個節目 應該我們看寬一點 看整個港台的未來去向 全忙是值得大家看一看 但當然我們當然是 就著頭條新聞這件事件 就是帶起來說 大家看報紙都知道了 頭條新聞自己在節目裡 加插了一個叫警方訊息 來嘲諷特區政府的警察 警方當然是大腦 也收到很多三千多個市民的投訴 通訊局裁定投訴成立 港台被迫道歉 好了 港台的傳訊組總監五萬二就說 今天不可以回答 頭條新聞下一季 是不是一定會回歸 完了這個季還有五集 完成檢討之後 亦都考慮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 有關類型的節目怎樣發展 這裏講到出來 幾乎就很簡單 大家都聽得出那個去意已滲 即是斬了它的機會 厚大 不過政府做事 政府部門做事 為何一早就要告訴你 讓你來吵 因為完結之後 下一屆這個調東那個調西 但是似乎 港台和它的支持者 還在鼓掌 蘋果有一個報導 在四月 講什麼呢 講一個 講一個 港台前主席 工會前主席 麥麗晶 另外記協的前主席 麥彥廷 毛孟靜 幾個人就約見 梁家榮 這個廣播處長 這樣就叫什麼呢 就叫梁家榮 不堅強 就要做這個 肩負公共廣播的責任 公共廣播是代表什麼 是罵中國 是罵香港 是想拆散香港 梁家榮就說 就向這個 顧委會 講明不可以處理 港台日常事務 這些事不關你事 我有我做 那是否一個政府部門 真是一個廣播處長 可以自把自為 老實說 你比我這次這樣看 如無意外 十有八九 我們在這一季之後 應該再見不到 原來的頭條新聞再出現 如果再出現 我都會很奇怪 你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 去到這樣辱罵 就是一個政府部門 警方 侮辱警方 挑起仇恨的做法 你怎麼可能 作為一個政府部門 怎麼可以繼續再做下去 但我們不要看一個節目 我們看闊少少 問題就是究竟 香港電台值不值得存在下去 存在下去又應該做些什麼 如果我們看一個節目的傳和去 其實是很濕碎的 你想想 BBC有一個全球都看的節目 叫做什麼呢 叫做Top Gear 記得嗎 三個傻佬 在這裡駕車 搞到大龍 那三個人 是Jeremy Clarkson James May 和Richard Hammond 英國當時的節目 買到香港也有看 美國也有看 全世界也有看 BBC最賺錢的一個節目 但是有一天 Jeremy Clarkson 這個人是瘋瘋的 他無端端追打監製 他可能不知 說監製不讓他做什麼 之類 很少事 出先加以口角 然後追打他 然後BBC就說這件事不行 你怎麼可能打監製呢 炒友 記住 BBC的做法 就沒有說 你這麼大的功臣 BBC賺這麼多錢為我們 所以我換了監製 那監製 即是激怒你 又不對 我換了監製 BBC沒有這樣做 反而炒了他三個人 炒了他三個人之後 然後就找其他人做 一落千丈 你說BBC的損失是多大 我又真的問一句 BBC可能為一個原則 是不要了一個 為他賺幾千萬磅的節目 香港電台為了做對的事 為香港一國兩制 盯了頭條新聞 又有什麼足色之處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電台 即是過往的做法 但我們先不要說他做得好不好 老實說 港台 你說他做得好 就真的說不上 但你不要忘記 他自己是一個 我拿著七八條電台頻道的電台 亦都是一個電視台 你說香港電台是拿著多少的東西 電台頻道 再加電視頻道 又再網上的三樣東西 問題就是你一年要花十億 但如果我們花了十億 香港電台應該做一個什麼角色 我們是否要政府拿十億出來 讓一班人自己自把自為 自己亂做事 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來說 我覺得政府是應該給公眾 有一個很深入的討論 究竟香港電台值不值得存在 如果我們說港台是應該做下去的 但始終港台的身份 是要重新考慮過的 你是一個政府部門 你做一個政府電台 做一個政府電視台 老實說 新聞部是應該有新聞自由的 節目部你跟我說什麼是新聞自由的 其實港台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節目 只是TVB 翡翠台 和一樣的節目部的東西 和新聞有什麼關係 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不要找一個新聞部出身的人 我們可能真的要找一個全才 即是真的懂得做電視台的人去做 你可以說香港做電視最厲害的是誰 李保安 你請得他動嗎 當然請不動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港台的事件 無論如何 香港電台到今天發生了這麼多事 可以說是可能是不幸中之大幸 香港的新聞 應該是到了完結的一天 港台可以重新做人 看過他應該怎樣去做 他這個公共廣播的角色 而市民是應該 而市民是應該 特區政府是應該給市民 在未來這段時間 真正討論 我們還需不需要花10億 去養住一個叫做香港電台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 港台這個話題 我相信不是今天可以說得完 在未來的日子 也有很多情形 會提及港台的存亡問題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